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中国酒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 我是老梁 2012年的6月份 有三位老艺术家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 陈强 黄宗洛 还有一位就是94岁高龄的张瑞芳老人 那么提起张瑞芳 可能很多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 对他不是很熟悉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最后一部电影 在1982年叫泉水叮咚 从1982年这部电影之后 他30年没再拍电影 所以他们很多年轻的观众朋友 已经对他不熟悉了 这部泉水叮咚 是张瑞芳老人的最后一部电影 也是陆毅的第一部电影 陆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陆毅那时候82年五岁 当时小通行拍泉水叮咚 所以张瑞芳老人在电影 这个行当里面那可以说是人人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 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的直 可你还是一盆将 他是南征北战中的赵玉敏 八年抗战 毛主席领导咱们 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 乡亲们 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 他还是泉水叮咚中的陶奶奶 明天爸爸妈妈上班以后 你跟姐姐到我家来玩 好吗 有关事 好孩子 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让他看尽了世间繁华 也让他的情感一波三折 是什么 让他在冒蝶之年 情境毕生财产 创办老人院 又是什么 让他在弥留之际 仍难以释怀 本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岁月有情 张瑞芳 在2007年 第16届金桔百花奖颁奖典礼上 张瑞芳被评为终身成就奖 这是对前辈艺术家的一个荣誉 当时记者到他家采访的时候 问张瑞芳 说你最希望谁给你颁奖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颁奖嘉宾 往往有的时候 是对获奖者一种很大肯定 张瑞芳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最希望周恩来总理 能回来给我颁奖 这个26届金桔百花 终身成就奖 我们想安排一个 给你颁奖的人 合适的人 他有个事情 周恩来总理回来 就最高 说是怎么还提到周总理呢 因为周总理 前面我们说 他倡导的 凭22大影像 不光是这个 周总理和张瑞芳本人 也有很密切的联系 张瑞芳总共前后有三次婚姻 可以说都和周总理有一定关系 而且周总理在事业上 给张瑞芳很大的帮助 咱们今天就说一下 张瑞芳这个婚姻之路 和他的事业之间 都得到了周总理 哪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张瑞芳小小年纪就有个想法 中国人不能自个儿打自个儿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再加上他这小时候 确实有演戏的天分 在学校里 他经常参与一些抗日宣传剧之类的 结果就在这时候 他认识了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任长 这个人是北平大学一个大学生 名字叫余克季 当时他们高中 张瑞芳在高中 拍一个舞台剧 得要请个明白人来给当导演 当时就把这余克季请过来 给张瑞芳他们当导演 就这么着两人认识 那个时候余克季 一下就喜欢上张瑞芳 后来两个人不见面的时候 就给张瑞芳写信 大概一周得给他写两封信 咱现在年轻人很难理解 发个短信 弄个邮件 微信就完了 那会儿没这个 写信是最主要一种 不见面的时候 人际沟通的方式 那时候张瑞芳 少女 每周接到两封信 心里也挺感动 当时他就认为 这是我男朋友 为啥 他一周给我写两封信 这就我男朋友了 所以你个现在的观念 在看过去恋爱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挺有意思 所以当时张瑞芳 小小年纪就觉得 这个 这就是我男朋友了 那么也恰恰跟于克季这种往来的 张瑞芳也坚定了 我今后得走演艺这条路 那个时候 中国国内有不少的移动话剧团 移动聚舍 就是我今儿在这儿演 明天在那儿演 目的是宣传抗日 当时有个很有名的导演 也是演员 叫崔维 咱们有些老同志一定能想起的 小明张嘎的导演 后来又在红旗蒲里演着主要的角色 崔维当时领着一伙人到北京香山拍戏 拍个什么戏 这个戏名字叫 放下你的鞭子 该剧讲述了918以后 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妇女 在抗战期间流离失所 以卖唱为生的故事 剧本运用街头卖艺形式演出 在抗日战争初期 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那么后来张瑞芳一看 这个形式挺好 他就加入这移动聚舍 不是宣传抗日吗 跟着各种到处走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男朋友余克季 已经是大学毕业 毕业分到哪 分配到重庆去 管一个电力工程 但是他这个业余时间还在搞戏剧 在当地他成立了叫怒吼巨舍 你听这名字也就值得 就是对日本人怒吼 我们不甘心做王国农 这个成立怒吼巨舍 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经常给张瑞芳写信 那会张瑞芳就跟着移动集团 这一趟那一趟走 结果有这么一天 张瑞芳接到余克季一封信 信里一打开 先调出一个报纸 就简报 拿出简报一看 是余克季跟另一个女人 结婚的证明 你说这证明 怎么还能登到报纸上 那会没有结婚证 民政部门也不管 有点身份的人 说我要结婚了 登报 在报纸上 就跟现在学人启示是那么大的地方 说某某某和某某某某 两个人结婚了 在报纸上登 说离婚怎么办 也是登报 某某和某某离婚了 表示我现在单身欢迎骚扰 所以当时的报纸还起到这动脑 张志胖一看这个五雷红领 我男朋友怎么跟人家结婚了 幸好这信封里除了这张报纸还有信 打个信一看余克季写了 说是我得向你坦白 坦白什么呢 我这登报跟人结婚迫不得已 这个女人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她要死要活的 说不跟我结婚就出家当妮姑娘 我们长辈跟我说了 你就要委屈委屈先答应她 别让她出家当妮姑娘 你不答应她可能还得死呢 就这么这余克季呢 就伪心的呢 俩人登这么个启示 说你放心 我会尽快等她不寻死密活来 我就跟她离婚 张志胖当时心里虽然不舒服 但咱们想 这事远在重庆 余克季能写信跟她说明 足见心里都非常拿她当务事 是想跟她在一起 结果隔不长时间 这余克季呢 又写了一封信 她已经登报跟她女的 说明我们离婚了 她又把这简报 搁里头把信搁着 寄给张志胖 可是张志胖没收到 因为这张志胖到处 一动去说 各处去演戏 余克季受不了了 那这时候 她拿张志胖很当劳的事 一打听 张志胖这时候在河南演戏 这余克季就从重庆啊 快把家边坐着车 就跟河南来了 见着张志胖 就倾诉 你看我 我把东西都拿了 你看报纸 我跟她离了 你没说着 我就想跟你结婚 除了你 我不娶别人 就这么的张志胖一想 早晚我得跟这人结婚 我就别在外头飘着了 就跟余克季来到重庆 来到重庆 加入怒吼巨顺 我们知道这个巨顺 是个进步巨顺 咱们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那个时候 周总理就在重庆 领导一些地下抗日活动 当时正好 张志胖就这巨顺的 还是党员 那周总理是他直系的领导 那个时候 结婚得跟组织请示 张志胖 余克季向周总理请示 我们俩都好多少年了 情投一合 要结婚 好事 当时张志胖21岁 两个人就这么 走到一块结婚 可是结婚不长时间 这个矛盾出来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通过写信 发短信 写邮件 微信 这根本不可能了解一个人 张志胖不是挑剔 确实余克季 在感情上 有一点不知冷不知热 他家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令张志胖非常伤心 那个时候张志胖呢 结了 他有个姐姐 也在重庆 跟他住一块 住一块有这么一天 他姐那时候就怀孕了 男人不在身边 是不是马上要临盆 生孩子 张志胖忙着拍戏 照顾过来 就告诉余克季 说你在家里 他姐姐随时可能要生孩子 你照顾照顾 结果有这么一天 张志胖拍完戏的 晚上挺晚了 回到家 家里就丈夫一人 问一块去 他姐姐哪去了 说去医院了 你没陪着去 没有 他自个儿包车去的 把张志胖去的 赶到医院 一看 姐姐一人在医院 把孩子生下 身边一个伺候都没有 姐俩暴头脱口 这一个事 给张志胖打击很大 我们说人 对一段感情失望的时候 往往是新一段感情 趁雪尔路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个人开始追求张志胖 这个人名字叫金山 这不是个普通人 演员导演戏剧理论家 很有名气 而且在石梁阳场 有名的花花公子 就是跟这名跟那的 那会张志胖在重庆 演戏演出名 有那么说法叫四大话剧花大 谁 苏秀文 秦怡 白杨 张志胖 都是漂亮的大美女 据说当年金山 把这四美女追变了 很多人都认为 他是个花花公子 金山在这个时候 借着演戏的机会 开始追求张志胖 那会张志胖 就觉得 自己这丈夫不知冷 不知热 难受 他也需要有个倾诉对象 跟金山很聊得来 事业 家庭 感情 艺术 有这么一回 晚上 张志胖在家里头 自己对着 方檀这个镜子梳头 就看外边梳后站个人 这谁呢 金山 这时候他老公 于克基也不在家 金山还显得听我礼方 我不进你家门 我就在你家窗外 咱俩聊会儿天 结果俩儿子聊这个近乎 一聊聊了一晚上 一直到天亮 金山才走 你说哪个女人 能跟一个男人聊一晚上 这又不是要签订合同 要谈多晚 就闲扯能聊一个晚上 就可见当时张志胖 对金山不是没有好感 但是这个事 周围的人看在眼里 那会儿张志胖 第一次结婚 正婚人是郭木洛 身边还有像曹宇 吴祖光这样的大文豪 他们都对金山有个判断 说这个人在感情上不靠谱 花儿公子 曹宇和吴祖光还专门找金山吃过饭 你得注意点 张志胖这么小 我们都拿着当小妹妹 你可不能玩弄感情骗人家 结果金山说成我是认真的 你记住 每个这样的人这时候都说认真的 没有时候我就玩玩 没这个 我认真的 结果呢 说完这话呢 金山呢 表示我义无反顾的 我得追张志胖 那么呢 周围的舆论环境呢 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不长时间 就有人告诉张志胖 你可别信他 啊 这个人花儿公子 四大名大爷 他追遍了 这话一个人俩人说 还无所谓 大伙都有这个认识 时间一长 张志胖一看 这个人太花心 我呀 不能跟他好 就决定不理金山了 可是我们后来也知道 张志胖还是跟金山结婚了 那么金山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最终把张志胖 弄成自个儿老婆了呢 欢迎你回到 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 老梁故事会 刚才呢 我们说到 这个金山最后呢 到底是跟张志胖结婚了 他成了张志胖的第二任丈夫 为什么张志胖觉得他花心 还最后跟他结婚了呢 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 一方面 他对自个儿的丈夫彻底绝望 另一方面呢 金山当时向组织申请了 我要和他结婚 说什么事让他对丈夫 于克基绝望了呢 他母亲呢 给张志胖写了封信 说孩子 你弟弟死了 张志胖接到这封信很难过 他很疼自个儿的弟弟 非常伤心 回到家里头呢 跟于克基吃饭的时候就说 我妈来信了 我弟弟死了 你照理说啊 是 你这当姐夫的跟小舅子可能没什么感情 那还不会说句人话吗 哎呦哎呦 没想到于克基正吃饭的 我弟弟死了 接着吃 你琢磨琢磨 这是个当妻子 心里得什么感受 张志胖也没支声 吃完饭坐到沙发上 越想越难受 哭声 这时候于克基在房间里边 张志胖在外的沙发上 张志胖哭了一两个小时 于克基过来了 咱说得劝劝吗 于克基怎么 别哭了 他还睡觉 转身的回去 你想 张志胖这下算对他死了些 这个人 不知冷不知热 冰块一般 我跟他过还有什么意思吗 哎 正这时候 金山一看 这两口子出事了 哎呦 有门啊 加紧了 追求张志胖的脚步 甚至呢 跟张志胖之间通信 把这信他都留着 自个儿写的 他们都复印一封 然后写的肉麻地方 搁纸条贴上 为啥 他把这信拿给周总理看 拿到周总理面前 领导你看看 我跟张志胖一看 哎呀 哎呀 好的都不行了 他那头你看都过不下去了 我申请组织 允许他离婚 我们俩结婚 周总理一看这信 那就这么着吧 那怎么着 就这么着 那边张志胖离婚 金山和这个张志胖结了 这段婚姻呢 维持了八九年 一开始在重庆 谁都觉得变了 为啥 前夫 现身丈夫 在一个单位 你做什么 这事得多尴尬 最后周总理一看 不行 所以周总理是很通晓人情世故 说这样吧 我把你们俩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场 当时不调长影 那时候刚从日本人手里接过来 就满洲的电影制片场 把它改名长春电影制片场 我们也知道新中国好多电影都长影拍的 就把金山和张志胖两口子调到长影 这不你就跟余克基不见面了 避免尴尬 到了长影场之后 在事与他们的男人生 《亲戏》 当时张蜜方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松花江上》 她是女主角 导演是金山 可是这段婚姻 只维持了八九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 1953年 组织上又把金山和张日芳调到北平 咱们现在看北京电影制片场 掉到这边 当时拍话剧《保尔科扎金》 这里边 《保尔科扎金》里头的导演 也很有名 名字叫孙维士 可能有的老同志会记得这名 孙维士是谁 是周宗里的杨李 结果拍这个戏的时候 金山也是导演 张日芳就发现 这金山跟孙维士好着了 这张日芳能容忍吗 马上就提出离婚 金山也没含糊 离就离 俩人离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组织上也提出来 别在北平待了 换个环境 你去上海 到上影制片场 上海电影制片场 那里边有你不少老朋友 秦仪 曹宇都在那边 到那边去 就这么张日芳就来到了上海 那个时候他是单身的 他不会现在说 这个饭店的大排档 外卖那么方便 吃饭就是个问题 正好上影呢 有当会计的 那么两口子 自己家呢 独门独院有个房子 正好这时候一看呢 你这么单身吗 来吧 一人做饭也费劲 我们两口做饭 不差多家福碗块 当时上影制片场 有个编剧叫严厉 男的也是单身 也这情况 这快两个 一个羊也赶 两羊也放 一块吃饭 这么他也家伙了 如何呢 这四个人总在 一个饭桌吃饭 这边两口子 青年单身男女 时间长 这会计两口子都锁过 我说你俩凑凑 我看挺好的 互帮互助 张二芳就想 哎呀 再结婚第三回 前两回的婚姻都很失败 都是我自个儿选的 我看着男的挺好 这第三回 要不我尊重一下 群众的意见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都认为我们不错 行 这一结婚 张二芳感觉 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 这个严厉对他真不错 对他可以说百般呵护 他这时候才开始尝到了 婚姻的幸福 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这个时候家庭已顺了 张二芳 迎来了事业上的高峰 当时出演了一部电影 咱们现在 联系大的观众朋友都看看 李双双 他在里边演李双双 钟情活演《喜望》 这个可以说是张二芳事业的巅峰 你笑什么 嘿嘿嘿嘿 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笑什么 你不简单啊 我真没料到 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 什么简单不简单 有话痛快点说 你提的那个意见 咱们的老师叔看见了 他说你提的好 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 真的 真的 骗人 周总理看完了都说 可惜了 怎么可惜 应该拍成彩色的 你们那时候是黑白照片 应该拍成彩色的 所以张瑞芳和严丽两个人 携手走过了四十多年的人生旅途 一直到这个严丽老人去世 所以张瑞芳可以说 晚年这一段 后半生是很幸福的 有这么个老伴 张瑞芳的一生是坎坷的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他的婚姻几经博折 然而他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最终终于找到了挚爱的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迟暮之年 将自己一生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开办敬老院呢 对于老年人来讲 一个人过 我们记住 最怕孤独 人越老越怕孤独 为什么 他的整个这个生理状况 各方面来讲 都在走下坡路 摔老了 要不再没人说个知情话 这个日子就很难过 所以咱们这说点题外话 有不少的这个 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自己的父母没了一个 剩下另一个 人家要找个老婆 有的人给你挡着 哎呀 这房子问题怎么整啊 这么大 所以说正经点吧 人家说这个就亏心了 为什么 那句话你记住 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 有个知冷知乐人说个话 比儿尊绕于心前尽孝 比这个要更有效 张二芳老人这个时候 一个人感觉非常孤独 他想什么办法呢 他把自己毕生积蓄都拿出来 然后跟自个儿的亲生母 也在上海 那亲生母把她的两世一厅房子卖了 两人凑钱 干什么呢 建立个爱婉婷养老院 就正因为她是孤独的老人 她最能体会到 别的孤独老人心情什么样 那么好在呢 张二芳老人 2012年六月份过世的 在过世之前这段时光 她的儿子儿媳从国外回来了 陪着老人走过人生最后一段时光 所以我们今天说张二芳这期 也是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做一次掏心掏肺的交流 老人老了 最怕孤独多 这个儿女不见得非得给老人买这个买那个 给老人多少钱 你要能定时定点的 到老人那看看 老人就很高兴 有那功夫呢 和老头老太太打的电话聊聊天 或者面对面的说会儿话 就像常会家看看说的 生活的繁殖出的老连过程会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